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着一种虚妄的生活 虚妄的生活就是没有意义 没有目标 没有指望 没有神的生活 但如今神用了最高的代价 救赎了我们 就是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 使我们过圣别的生活 历代以来 神接着照会预备了各种训练 以产生一般转移时代的青年人 以完成他的计划 感谢神 他借着古镜市照会 主办了小六生一周成全训练 这训练始于2003年 至今迈进了第十年 我们能见证其中今世神的祝福与恩典 头一批的少年人 今已是长大成人的大庄青年 这一届的小六训练开始于 11月12日至11月18日结束 感谢主 本届共有70位的小六生报名 并有44位辅训 主长来陪同他们过训练的生活 在这一周里 他们过着团体的照会生活 一同操练灵 享受主并一同经营基督这美地 我们深信 这对他们乃是最宝贵 最荣耀 最喜乐的照会生活 每天早晨 学员不为许多的事物忙碌 霸占 而是先到主的面前激入主 学员们来在一起有团体的诚心 一起呼求主名 导读主话 祷告 悔改认罪并唱诗 以享受主 借着这样的享受 学员们也操练把自己 把这一天奉献给主 训练期间的诚心生活 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基础 训练这样的基础 能使他们有诚心的习惯 天天过着层层复兴 日日得胜的生活 学员们不仅享受了 丰富的属灵早餐 社区的圣徒们 也为他们预备了 丰富的早餐 午餐 晚餐及宵夜 使他们里外都得着饱足 在训练里 学员们不仅要做 自己的个人内务 还要和同伴们一起做饭后 和公共区域的整洁 这使他们在性格上受成全 好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 在课堂上 接着教师们的教导 学员们也在真理上 认识这位宇宙中 独一无二的真神 基督 神的救恩 照会 我们的信仰 及基督徒等等 教师们从圣经里 带领学员们认识这宇宙中 独一的真神 他是以罗星 是耶和华 是三一神 一切的偶像都是假神 只有这位是独一的真神 以赛亚书45章5节说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除我以外再没有神 在教育上 学员们也被帮助 要殷勤不懒惰 定大志 设大谋 并认识教育的重要 至少要大学毕业 将来在主恢复的工作中 与主同工 在这一周里 学员们也学习来读圣经 每天晚上就寝前 辅训 组长 都会陪着他们 在寝室里读圣经 教师们也在课堂上 帮助他们被新旧约的目录 提摩太后书三章16至17节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对于教训 督则 改正 在意上的教导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备 为这各样的上功 专备习圈 借着读经 学员们对神的认识 也逐渐增加了 在人性里面 学员们更是被教导要有正确的人性 孝顺父母 男女接线 正确的结交朋友等等 尤其是孝顺父母这篇 学员们从圣经里认识了父母乃是神所设立在家的权柄 因此圣从父母就是圣从神 这在神的眼中是可喜悦的 神给儿女孝敬父母的应许包括 一得到保护平安和喜乐 二在世恒通 三蒙主喜悦 不只是在灵里的 更是在行为的 接着服势者们的引导 学员们亲自做了美工 送给父母 以表示他们对父母的爱意已亏限 下午十分是学员们的欢乐时光 服势者们为学员预备了一系列的团体活动 使他们彼此相调 经历基督身体的实际 并享受甜美的照会生活 接着团体活动 学员们不仅玩得开心 也间接地在他们中间 建立了互相配搭的观景 此外服势者和服势们也聚集在一起有交通 这样的交通使服势者们更了解各组学员的情形 借着交通 服势者与服势们彼此鼓励 彼此配搭 学习以生命并供应基督的方式 将基督分斥并供应给学员们 好将他们一个一个的 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 感谢主 这一次的西亚六一周成全顺念 我们真是经历了基督身体的实际 各肢体都摆出他们的一千两 不仅有学生 学生服势者 也有小牧人和社区的圣徒们来配搭 每天早晨 中午 晚上 社区的圣徒们都忠信的来为学员们预备丰富的食物 小牧人们也在训练期间 无微不至的陪伴着学员们 辅导 帮助他们 晚上也陪他们显美地步 读经和玩岛 辅信和组长们在训练开始的前两天 就住进会所有预训 并且也帮忙预备训练场地 如课室 寝室 饭厅等等 此外 服侍者也帮助他们如何在这一周的训练里 如同如母 顾惜自己的孩子 不仅在外面有人性的顾惜 属灵方面也有神性的喂养 在训练里 他们更是每分每秒 陪伴着学员们 在主别里带领他们操练灵享受主 做内务 做整洁 并照顾他们生活中的需要 虽然小六成全训练只有短短的七天 但却为学员们的照会生活和属灵生命 立下了美好的根基 真言四章十八节 但一人的如今 跑向黎明的光 越照越鸣 直到日午 照会生活乃是活神的家 在这家中满了神的同在和说话 愿主保守所有的学员 福训及组长 一生活在照会生活中 在神的家里求问 张扬他的荣美 在照会中 我们不仅有小六的一周训练 还有初中的一个月训练 高中的三个月或四个月训练 大学毕业后的两年全时间训练 青年在职圣徒的四个月训练 以及壮年般训练 亲爱的小六生 家长 及圣徒们 欢迎你们来和我们一起同过 甜美的照会生活 末了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 同那清新呼求主的人 竭力追求公义性爱和平 愿神祝福你们 Amen